与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呢其实已经来到周三了 也就是本周已经过了一半了 明天周四的天气如何 赶快第一张图要来做重点整理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明天的天气 因为明天的天气有变化 明天白天整体来说呢 还是跟今天一样 各地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的 唯独东半部地区呢 因为是迎风面 一整天还是容易有一些 零星短暂震雨的出现 中南部地区呢 因为是在被封测 空气品质依旧是不好的 过敏族群必须要留意 重点是 重点就是在明天晚上了 明天晚上呢 台湾环境场的水汽会增多 所以不止东半部地区迎风面了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也要小心 明天呢 晚上过后一路到深夜呢 降雨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如果你预计 明天晚上有约的话呢 会比较晚回家 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明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伞就要带在包包里头 因为晚上是很大几率会用得到的 我们透过了台湾语图 带你们来关心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基本上还是偏东风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 东南部地区因为是迎风面 还是有一些降雨状况 当然呢 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还是容易在中午过后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是整体明天水汽还是少 明天水汽要增加 是在明天的晚上过后 我们把范围拉大一点点 我们广一点的区域 带大家来看会比较清楚 水汽哪里来 亚洲雨图带您来看了 您可以看到呢 水汽就是从华南这一带 东移过来影响台湾 再加上冷空气南下 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呢 在明天的晚上开始 一路到周五周六周日 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呢 都会有下雨机会 就连中南部地区 也要留意 恐怕天气状况 也是不太好的 四雨区图带您进一步来看 您可以看到 明天整体来看白天 天气不错的 各地有机会看到阳光 但是晚上开始呢 最先从京东北海岸 东北角呢 开始出现雨势 来到了周五周六过后 你可以看到 整个桃园 新竹 以北 东半部地区呢 都是容易有下雨机会 尤其重头戏 在周日这一天 你可以看到 现在预报资料看起来 全台有雨 只不过呢 周日这一天呢 到底降雨的区域 会不会像预报的 这么的广 雨量那么的多 还不一定啊 最主要周日这一天 会受到了封面 略过的影响 水汽 再增多 但是是不是雨会 那么的多 后续这几天 我们还会带大家 持续来观察 但这个周末假期 看起来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真的是不稳定的 所以如果安排 一些活动的话 预备方案 先准备好 会是比较好的 姐姐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 明天白天高温 27到30度 基隆台北 云层偏多 中午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白天还是热 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南台湾的部分 留意日夜温差大 空气品质也要留意 东方部地区 是迎风面降与几率都偏高 领导地区的观众朋友 白天高温25到28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